天下無難事 只要敢騙人 我覺得很好笑 現在跳電切電已經成這負責性了 你們還妄想要拿掃把上戰場嗎 你們又說電網要改革 請問這樣子的改革跟過去 到底哪裡有不一樣 昨天高雄岡山又停電了 離不離譜 誇不誇張 蔡政府你們所謂的保證 全部都是瞎話 四個不同意變成停電停到你滿意 風頭前 我們每一個人才苦口婆心的 勸見這個蔡政府 但是裝睡的人叫不行 裝傻的人講不聽 只有這個政府還在騙 上個禮拜五 3月3號全台大停電 大家都曉得我剛生了一個小孩 現在才60天大而已 那一天呢 保姆跟我講說 小朋友肚子餓 要泡奶奶 結果呢 熱水壺沒有熱水 想到說冰箱裡面有冷藏的母奶 加溫器也沒有電 就看著小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每一個媽媽怎麼可能不爆氣呢 我當時人在板橋 一停電的時候我想說 應該半小時差不多吧 應該就來電了 結果等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看到新聞快線出來發現 哇是全台大停電 我家高雄 到了晚上9點半 10點才陸續的復電 我就很諷刺耶 去年1218的公投 決定核四要不要重啟的關鍵性的地區 南部高雄 卻是最晚才復電的 這個對民進黨來說 應該非常的諷刺吧 我想到2017年8月15號 我覺得我從小到大沒有什麼印象 台灣有停電的 那一次印象很深刻 看到這張圖 2017年8月15號 蔡總統 他在他臉書上發文的 他那邊講說 東電不只是民生問題 也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很好笑 現在跳電 切電已經成這副德性了 你們還妄想要拿掃把上戰場嗎 2017年的8月15號 蔡總統 你說誤觸 全台灣的人民 我們姑且信了 再來 你說電網系統 過去太脆弱了 非改不可 結果呢 我們也信了 也給蔡政府 給你們機會了 但是呢 五年過去了 你們一事無成 停電缺電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 17年815 剛剛四上一眼 已經把那個圖表列得很清楚了 去年 一週當中兩次大停電 這不是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想問的是請問蔡政府 你們這一次說電網又出問題 你們又說電網要改革 請問這樣子的改革 跟過去到底哪裡有不一樣 郭台銘董事長 去年才提醒了 今年台灣一定會缺電 王美花部長你賭了雞排 說好的雞排呢 3月3號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請問全民到底要去哪裡領雞排 這真的非常好笑耶 結果 王部長跟立法委員保證說 保證一年都不會再停電 我想問的是 請問全台灣的國人 你們還會相信嗎 3月1號蔡總統接見工商團體 才跟這些工商團體保證說 台灣的供電穩定 結果才過兩天 蔡總統的保證 馬上就被自己打臉 然後呢 昨天高雄岡山又停電了 離不離譜 誇不誇張 蔡政府你們所謂的保證 全部都是瞎話 不要說期待今年的夏天 會不會再缺電 夏天要吹冷氣 現在還算冷吧 今天才幾度 十幾度而已 現在就缺電 夏天還要說嗎 陳其邁他說 看到高雄昨天岡山停電 但是之前他才說 這是台電所犯的低級的錯誤 陳其邁的震怒 陳其邁所說的話 還猶言在耳 結果昨天高 高雄的岡山又停電了 台南的永康 六天五次停電 連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都說 台南好像是最悲情的城市 民進黨的錯誤能源政策 真的是害慘了全台灣人 你們對得起全台灣民眾嗎 你們對得起817萬的支持者嗎 你們對得起被你們所洗腦 去年投下四個不同意 結果現在呢 四個不同意變成停電 停到你滿意 我們再看第二張圖 美國商會有一個這個報告呢 顯示出 他們在2016年有一個台灣的白皮書 對於蔡勝甫所說的 2025年要非核家園 還有承諾說要低 降低碳排放量 非常非常的遊行 有78%的會員 非常擔心台灣的供電穩不穩定 有71%的會員 擔心台灣的電網任性 我想問的是 請問蔡政府 你要拿什麼能源政策 說服這些外商 可以安心的投資台灣 再來看第三張圖 這是網路網友們的投票 有高達97%的網友 對蔡政府說 台灣的供電穩定是缺乏信心的 我想剩3% 應該就是死中的啦 97%的人 完全不相信這個政府 非常非常的離譜 公投錢 我們每一個人 才苦口婆心的 勸勸這個蔡政府 但是裝睡的人叫不行 裝傻的人講不聽 缺電早就已經是事實了 台電一定最清楚 百工百業都受了影響 就只有這個政府還在騙 民進黨讓大家 所看見的是什麼 天下無難事 只要敢騙人 沒有能源安全 怎麼說國家的安全呢 皮膚不好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 大家掃走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